全国疫苗接种计划开跑第六天 却爆出有高官或者高官的家属 要求优先注射疫苗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部长凯里证实 他确实收到了多宗匿名投报 指控不少的政治领袖呼朋唤友 协家贷券插队接种疫苗 当局考虑施以罚款承接插队接种者 根据新冠疫苗特别委员会制定的标准 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医护人员 前线武装部队成员 高风险教职人员 以及国会议员将优先接种疫苗 然而近来却传出不少政治领袖 用尽各种方式插队并成功登记接种 凯里表明他连日来也接到了不少投诉 当局将采取行动对付插队者 并鼓励民众举报 政府也会在近期制定一项指南 详细列明那些人才是优先施打疫苗的前线人员 过去五天 共有17,064人施打了辉瑞疫苗 然而全国只有6.1%的人口登记接种 距离政府八成人口免疫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凯里承认不少人依然对接种疫苗存有疑心 不过他也举例 全球已有几千万人接种辉瑞疫苗 目前没有接到任何与接种疫苗有直接关系的死亡个案 政府会在星期三的内阁会议详细讨论接种后 入院或者死亡人士的赔偿金事宜 另一方面 卫生部部长拿都斯里阿汉巴巴表示 孕妇、被孕妇女、艾滋病患和其他免疫力低的国人 在接种前需要咨询主治医生 一旦医生批准就可以施打疫苗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